大家好!我就是幫助大家遇到保險法律問題不焦慮的大豪法王 佳妮 這幾年,失能招呼險非常的熱門 前幾天法王接到一位粉絲的訊息 詢問法王癌症末期可不可以申請失能招呼險裡面的 失能保險金以及失能輔助保險金 法王把這位粉絲的故事整理成今天的案例 這位粉絲的老公林先生在107年2月1號的時候 幫自己投保了失能招呼險 在108年12月1號的時候 林先生經過醫院診斷發現了肝癌末期 入院的時候,癌細胞已經浸潤到了靜脈 而且,患者有嚴重的腹水以及肝硬化的狀況 林先生同時也出現生活無法自理 沒有辦法言語、沒有辦法行動、癱瘓、昏迷等等 失能的症狀 林先生在109年2月1號的時候就往生了 林太太向失能輔助險的保險公司請求理賠失能保險金 以及從林先生入院開始到往生那天為止 這段期間每天5,000塊的失能輔助保險金 但保險公司竟然拒絕理賠 理由是,要申請失能必須要經過6個月的治療症狀固定 而且,治療的效果已經不明顯 才能夠申請失能保險金以及失能輔助保險金 但林先生,治療不到6個月就往生了 因此不符合申請以上兩項保險金的條件 林太太求助無門,只好來求助法王 法王從你的治療房間感受得到你對先生滿滿的愛 以及你在申請保險理賠的時候的無助與無奈 讓法王一起來幫你想辦法 首先,法王給大家一些背景的知識 什麼是失能照護險? 失能照護險是提供給被保險人在生理失能之後 生活照顧的一種商品 所謂的生理失能 是失能照護險保單後面會附加一個 失能等級表 裡面有記載的 11級80項的失能項目 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一項 不管 生活需不需要他人照顧 都可以申請禮賠 那到底可以申請哪幾種禮賠呢? 有兩種 第一種叫做失能保險金 它是一個一次性的禮賠 只要一旦判定失能 保險公司就一筆給付給被保險人 第二種叫做失能扶助保險金 保險公司採取定期定額禮賠的方式 這個定期可能是一年 也可能是一個月 但是禮賠有上限 如果是每年禮賠一次 上限通常是10年 如果是每月禮賠一次 上限通常是240個月 但市場上有少數的商品 對於失能扶助金 是採取一次性的禮賠的 那麼失能如何判定呢? 失能等級表裡面 有一個失能的項目 叫做 器官永久喪失機能 或移流優顯著的障礙 通常這種情形必須經過 6個月的治療症狀固定 在治療也不可能期待它有任何效果的時候 才能夠判定為失能 但有一個例外 如果器官喪失機能 遺留有障礙 而且症狀固定 是可以立即判定的話 那就不必等6個月 馬上就可以判定為失能 接下來 我們來分析林先生的情形 是不是符合失能的條件 如果林先生要等到6個月的治療 才來判定失能的話 那林先生早就往生了 林太太當然沒有辦法請求任何 失能保險金 以及失能輔助保險金 因此 林太太能不能夠請求到保險金的關鍵在於 林先生的失能狀況 有沒有辦法不需要經過6個月的治療 而立即判定 以林先生的狀況來看 林先生入院的時候 已經是肝癌末期 癌細胞已經擴散 靜潤到了靜脈 而且產生了嚴重的 肝硬化的現象 並且伴隨有失能的症狀 這些症狀應該是不可逆的 因此 林先生的狀況 符合 不需要等待6個月 症狀固定 身體機能已經沒有辦法回復 就算經過治療 也不會有明顯效果 而且可以立即判定失能的症狀 因此 林先生是符合失能的條件 林太太可以請求 失能保險金 以及失能輔助保險金等 這樣子相信大家都了解了 法王還是希望大家都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市場上各種 似是而非的說法 為大家指引迷路 點起明燈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 再加上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